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一轮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 明日之子乐团季,经过上次的中期节夜典礼,来到了教师团与学员们的合作舞台,每位老师选择一个乐团合作,三天内完成,对教师团与学员们都是大考验。 由于朗朗老师是契乐教授,也特别邀请了周深来,让我们看看他们精彩的原创舞台吧。 一,朴树,以及契运联盟,我的家,这首歌要结合契运联盟里面学员的谈话片段一起看,会发现他们的故事配合这首歌实在是太贴切了,歌词很美很符合。 这一组的歌曲是李润齐之前所创作的,整首歌的词曲和编曲,其中其他的编曲被谱术猛夸,了解到李润齐的家庭背景,一个孩子的成长太不容易了。 之前正天没有播出李润齐的完整海选片段,他也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的,有网友说是节目组为了防暴。 回想一下,在一公舞台后的选人抢手程度来看,估计是很有实力的一名学员,值得期待。 在整个歌曲的呈现,在中间要转向高音部分,胡语彤和李润齐的乐器配合部分实在是太帅了。 这一次马哲转为谭贝斯,田宏杰的唱功音准有很大的进步,朴树边弹其他边两眼放光地看着他们,这一组是很质朴的风格,真诚。 这一组的歌曲是廖俊涛所创作的,整首歌呈现的风格和舞台效果与上一次的很相似,这一舞台的灯光结合得非常好,就有爵士的那种氛围。 《明日之子》向来都是很看重创作能力的,廖俊涛的创作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表现得淋漓尽致,旋律听了一遍就会哼唱了,真不愧是才子啊。 周震南这次也没有抢兄弟的风头,在团队中担任了单黄管的位置,也很适合这一组乐团的风格,这个乐器还是表演两周前刚学的,真的是很有音乐天赋了,做了一把好助攻。 邓紫棋以及银河系《我走后的夜宇宙》这一组的歌曲是五星之前,16岁出国留学之后所写的,讲述的也是自己在外打拼思念家人的故事。 节目组也逐步帮忙理清了乐队定位想要安静中的汹涌澎湃,这次的舞台风格歌曲呢还是抒情的啊,没有太大的改变,能够找到自己乐团的风格定位是好的,如果歌曲有更多的新鲜感,能够给人眼前一亮就更棒了。 邓紫棋这次的助攻没有感到太大的作用,以为会有小惊喜呢,但和声部分很好听哦。 这一组的歌曲挺有意思啊,乃拽杨瑞泽根据生活中与家人相处的状态写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心声。 再搭配上吉他手张阳和贝斯手小智,欧阳纳纳的大提琴助攻,很难得的是整首歌曲的旋律和编曲都很入耳,一般有唱生活类的歌词歌曲在旋律或者编曲都不会太吸引,但这次的歌曲真是出乎意料。 有出色的吉他手、贝斯手和大提琴的搭配,感觉比上一次的舞台更好了,欧阳纳纳最近要转型,真的又开场了,这个就不评价了啊。 梁龙二手玫瑰以及自由时光明日桃园,梁龙带了整个二手玫瑰乐队过来助攻,因为是刚重组的乐团,也是直接用了二手玫瑰以前创作的歌曲,其中也包括了好几样明月乐曲。 这一组的歌曲因为整个二手玫瑰的到来真的是太强了,这也就是真正的乐队了啊。 梁龙的唱和二手玫瑰整个的演绎,哈拉木吉的呼迈和马头琴,以及王江源的戏腔和吉他,燕永强的巴窝和索纳,马田园的贝斯等等。 如果是现场看那就真的是嗨翻了,明月乐器雄起,朗朗,周深以及热带气压,星际列车。 这一组的歌曲是上一个纯牛奶乐团的学员们所创作的,旋力是黄维明,歌词是徐阳,编曲是傅思超,其中歌词部分的创作故事背景是徐阳妈妈配同去求学练鼓。 这次朗朗请到周深来帮忙是很大的一个助攻,周深一来整个层次就提高了,再加上朗朗也请了格莱美的制作人,歌曲都给整高级了。 周深与主唱黄维明的和声,周深高音部分都是机器乐耳,还有赵珂的rap都融合得很好,周深的信音真是极致了,而且全程说话都很有梗。 这次的原创舞台还是很精彩的,也了解到了很多学员们背后的故事,学艺的孩子不容易啊。 原创实力是他们通向这个音乐大道的正确打开方式,看完这六组的原创舞台,你们最喜欢哪一组呢?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